第二個單元也許就先到這邊Ending一下 然後其他部分的話當然有一些其他練習題 我們之後再來看 接下來就來看回圈的資料結構 與制定函數部分 回圈部分的話當然是程式的主軸 因為所有的程式裡面 其實你為什麼要學程式 不外乎就是說你要使用電腦所帶來的便利 電腦裡面最強大的就是它重複做 你要瞬間重複做一千萬次 它就一下子全部一千萬次就完成了 而且我剛特別強調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跟CPU的速度 真的是快到不行 所以以前是問題的事情 現在都不是問題了 剛好搭上大數據分析跟AI人工智慧 這個順風車 越快的電腦效能剛好就符合運用 只是說這個背後硬體跟應用中間會需要軟體 就是程式設計部分 所以現在慢慢在職場上你會發現 電腦都很強了 但是問題人跟不上 也就是很多人其實沒有程式設計的觀念 他做事情還在用時期時代的方法 當然就緩不及其 所以很多事情就做得非常沒有效率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裡面你要想到就是 學程式裡面最重要的是重複做 重複幫你做 而且時間倒幫你自動做 或者是說多久做一次 那這個實際上以前是需要找一個人 在那邊standby的 那現在的話慢慢因為有程式 有一些硬體設備的資源 甚至當然不是只有電腦 現在還有一些IOT 就是物聯網 因為所有東西 只要小小一個裝置 任何上面其實本身就可以放一個小電腦 其實也不是小電腦 像Arduino 或者是樹莓派之類的小小的裝置 那那個東西的話上面也可以植入程式 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OK 那也就是說我剛剛講這些事情 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去做了 所以很多東西慢慢就像舉個例子 像現在去停車好了 現在幾乎停車場 是慢慢找不到管理員的 不能進去就車牌便室嘛 出來也車牌便室扣錢嘛 像那個台北市很多啊 公有的大概現在有六十幾個啊 現在就很喜歡那種停車場 一進去自動就打開 一出來就直接用扣款 然後扣款我就看一下我信用卡扣款成功了 那也好像也就感覺就什麼事情 就很順暢了 所以以後的話身邊如果這種慢慢會越來越多 你會發現以後這種相關應用 都會跟這相關做結合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只是說每個地方就是讓人家方便 其實就背後代表一個商機 然後呢代表就是說呢 慢慢人力已經不太需要 一直在那邊stand by 那哪些可以這樣做啦 像保全業其實很多也都可以這樣做嘛 對不對 你比如說可以透過其他監視系統 或透過什麼方式 可以做到這些 那你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商機 也一個商業模式嘛對不對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去利用現有的這些資源 寫出對應的程式跟硬體做結合 OK 那首先的話回圈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在回圈裡面 最重要不外乎就所謂的4回圈 跟那個壞回圈 這兩個 那如果今天呢我們舉第一個例子 假設我要重複做什麼事呢 比如說第一個我希望 請你幫我加總1到99 那1加到99的話 特別重要程式該乎的撰寫 首先第一個當然一樣我們開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 然後呢 新的module裡面的話 假設我今天寫一段程式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1加到99 那你會發現輸出結果 假如我希望看到的就是直接幫我輸出 叫計算總和 結果把它放串在後面的話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做 首先當然要1到99的話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清單 清單的話這1 2 3 一直到99 有沒有 這個清單 那以前如果你用Excel來做的話 Excel有沒有 1然後按Ctrl鍵 2、3、4它會自動加1 那你把它用Sum加總就OK了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你用程式來做的話 首先特別注意 我講過啦 其實如果你習慣用Excel的話 你到Python你慢慢要想一個 這個習慣一件事就是 你這樣也不能用滑鼠鍵盤 來做那些事 你變成你都要用程式來思考 這些事該怎麼做 所以你必須要對那個程式的語法很熟悉 OK 也就是慢慢進化啦 當然這也沒有辦法 以後的話 很多事情都是要這樣做的 也就是你要跟一些裝置溝通的話 你就是只能用程式去跟它溝通 OK 然後你要教它做什麼 它就會 你把固定的程式輸出給它 它就幫你做出那些事情 那有些東西其實不見得一定要自己寫 像Python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有目前官方就有快30萬個外掛 那些外掛每一個都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比如像影像辨識 像車牌辨識 車牌辨識很單純嘛 不外乎就是數字跟英文對不對 其實這些東西 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堆外掛 都可以解決你要的問題 你只要把一張圖給它 有沒有 你先把那張圖一進來照個像 照個像之後 然後把那張圖給它 它會return一個這個車牌的號碼給你就好了 那你只要有車牌號碼 那你就可以再到你的系統裡面做什麼 記錄它進來的時間 然後它如果出廠的時候 那你在辨識這個車牌 它什麼時間進來的 然後怎麼扣款 那如果說它跟信用卡中心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連結 馬上可以扣款成功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 背後其實看起來大部分其實用Python來做 應該算是最簡單的 而且費用是最低廉的 那裡面的話就是要一些那個照相裝置 OK 那這個也是目前AI用的最多 因為AI現在最多的是做那個影像辨識的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至於怎麼用 還是你們可以再思考看看 那當然這地方的話呢 背後一定需要用到回圈 我剛剛提過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加總的結果輸出 那首先第一個程式該羅的撰寫 一樣喔 我們最後一個print了 OK print計算總和 那這個地方怎麼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程式只有三行 只有四行 那第一個的話當然 我們會有一個變數 因為我需要把所有的資料做加總 所以也許我可以給一個變數叫上 初始值裡面是空的沒有東西 那再來的話我就產生一個清單 那清單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函數叫range range range的話其實這個 在那個VBA裡面是range物件 在這邊的話是一個range的什麼 range的是一個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話 它跟你講說 這邊的話總共 甚至你打完之後它跟你講說 它其實可以有三個參數 那這三個參數裡面的話 最重要的是哪一個開始 哪一個結束 step沒有沒關係 那我們如果說呢 假設我今天我的清單是要從多少 一開始 那你就從一開始 豆點 再來第二個參數是stop stop的話就停下來 所以從一開始 它記得它預設的step間隔是1 所以下一個是2 下一個是3 那到哪個停下來 如果你99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清單就會幫你產生1到98 也就是說到99就停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產生99的話 那應該輸多少 出力板 那後面當然你豆點1 不過豆點1是預設值 step的意思 所以如果已經是怎麼講 間隔值就是1的話 那你可以不用加啦 加的話等於多加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不用加 那也是第一個 我們產生1到99的清單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一個一個取出來 然後做累加 那怎麼樣一個一個取出來做累加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for回圈 所以在range前面 你可以加一個for 那你要取它取資料出來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給它一個變數 一般習慣用i for i in range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幫我把這個清單 1到99的清單 一個一個的幫我取出來 所以這個for回圈是 主要是什麼 它會先把1取到i裡面去 所以i就是1 然後下一個的話 i就變2 一直到99 所以喔 後面請你加一個冒號 冒號是要做什麼 所以你enter的話 下一行就是 如果我把那個 i裡面放1之後 那你要做什麼 我要把它累加起來 那累加怎麼寫 特別是累加的話 就是sum等於sum自己本身 再加上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後面先計算完 把它存到前面 所以sum預測只能0 0加上1的時候 然後加完變1 0加1變1 然後把它存在sum 所以sum裡面就變1的 蓋過去 因為sum是一個變數 然後再來的話下一個 sum如果1的話 i又等於2 然後1再加2 然後存回去 上面就變3 然後一直可以推 所以一直一直 一直到那個99 所以i等於99 再跟前面的所有 1到98的數字 全部再累加 那最後是1到99的加總 最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把那個最後的結果print出來 特別注意喔 不過請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如果enter的話 你寫print記得不能寫在這裡喔 如果你寫在這裡會怎麼樣 print print什麼 雙引號 計算總和冒號 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的結果 那個結果什麼 就這個sum 所以把sum串在後面 所以再加上什麼 記得喔 你不能直接加一個sum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要跟文字串接的話 怎麼樣 把它轉型 有沒有 str 有沒有 轉型之後的話 再串接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寫完之後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縮排 這個縮排 這個縮排也是python程式的一部分喔 如果你把這個縮排喔 加跟不加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知道嗎 看得出來嗎 執行有什麼不一樣 會在for它會簽名 對 縮排如果沒有加的話 有加的話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它會在這個for裡面喔 也就是說喔 它會先怎麼樣 只每跑一次之後嘛 它就把sum給輸出了 對 再做一次 然後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今天喔 把這個print喔 放到前面的話 就是不要放在for裡面喔 這個是不是放for回圈裡面的話 那如果你執行的話 就只會跑最後一次 OK 這很重要喔 我發現當然呢 這個看起來應該沒什麼 但問題喔 還是有同學做錯 如果加next 這邊不能用next next 沒有這個語法 沒有這個語法 因為那個是VBA的語法 規則不同 那只是VBA裡面沒有冒號啦 有沒有 OK 所以喔 差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next是VBA裡面的語法 你不要沒事加個next next 意思是我們這個加號是什麼意思 加的話意思說 可不可以不打 蛤 可不可以不打 不行不行 因為意思是說你這個文字 跟後面 對 and的意思 對 就是如果跟VBA比的話 就是這個and 一樣的意思啦 OK 只是說在python裡面 它是用加號 來代替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print的結果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記得喔 你這個不要沒事 不要忘了縮 縮牌 沒有縮牌跟有縮牌 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還有一點喔 就是說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它的這個縮牌 是程式的一個部分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邊 假如說你沒有給它 像VBA裡面沒有縮牌 沒關係 一樣照跑 但是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有沒有它還指個箭頭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這個什麼 這個 Idefinition L 就是說你這個的位置啦 有沒有 如果你以後看到這個訊息 表示說這個地方一定要縮牌 它會跟你講說 沒有一個block 就是一個 這個block一定要有的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是程式的一部分 沒有這個地方不行的 那如果你們有學過Java的話 Java裡面是大瓜糊啦 OK 那也就是說它以前那個大瓜糊 它把它用那個類似這種TAB來做取代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如果我要1加到99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總共三行 總共四行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個別 把那個基數跟偶數分別的做 這個累加 然後輸出 那該怎麼做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在range後面 有一個參數 對,step 如果你step 假如說有跟沒有 當然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基數偶數 那當然就是間隔的問題 間隔2 間隔1 預設是1 那如果間隔2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基數 比如說我希望把1加到99的基數 做輸出 跟1加到99的偶數做輸出的話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改寫 好嗎 好嗎 是 有